欢迎来到P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央视秋晚舞台节目筹划中 王一博做客直播间 当场剧透节目 近日 央视秋晚舞台节目正在筹划中 至于今年会出现哪些节目 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款式 新设计 想必大家都很好奇 王一博做客央视中秋舞台直播时 好心给大家剧透了今天央视秋晚舞台的节目 风格和一些准备工作 那么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王一博 在央视中秋直播间宠坏了什么吧 据报道 王一博表示将在今年的央视中秋晚会上 带来一首温暖的歌 今年整个节目和演播式的拍摄设计感觉 比往年好多了 很有现代感的科技感 在谈及筹备央视中秋晚会时 他表示自己正在为自己的状态和需要上演的节目做准备 王一博对待一切都是如此认真的态度 深受观众和粉丝的喜爱 以这种态度 他真的很难不受欢迎 曾于9月19日出演《古装有匪》 10月入选2019福布斯中国30岁以下精英榜 同年10月18日 凭借电视剧《陪你到世界之巅》 获得第三十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最受欢迎男演员奖 2021年12月1日 主演的《古装悬疑》电视剧《洛阳之情》将在爱奇艺播出 2022年8月 主演刑侦剧《冰雨与烈火》开播 几乎每一年 他都能给我们带来眼前一亮的新作品 而且他的演技和台词也是肉眼可见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步 不得不说 如此敬业 认真的当代艺术家真的不多 谁不羡慕王一博 谁不羡慕王一博的粉丝 我羡慕不来 他不断突破自我 以灵动自然的演技逐渐走进观众的视野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惊喜和感动 世纪相空、谢云、百里红一 这些不同的角色 无不彰显着他良好的可塑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